周深演唱《荒城度》上热搜 国风音乐盛典压轴嘉宾为何是他呢 近日春晖季2020国风音乐盛典在线上举行 周深演唱的《荒城度》登上微博热搜 想必大多数人都看过电视剧《陈情令》吧 那么《荒城度》就是其中关于薛扬的人物主题曲 这一首现场版和唱片版有很大的不同 也许是压轴 所以周深在现场把这首歌曲的每个细节都处理的特别的好 周深果不其然再一次的带给听众强烈的震撼 从前奏的轻缓而低沉逐渐开始往上走 一直到《雨话星辰》这句话结束之后 骤然升起的高音 爆发力十足而且完美过度 既有轻庸飘渺的距离感 又能够瞬间转换成荡气回肠 这份实力恐怕足以横扫四方了 现场的演唱更加具有感染力和穿透力 空灵感 声区需要不停的切换 他却把这首歌演绎的如此的完美 着实是让人佩服呀 乐平人耳地夸赞说 现场唱到这种程度的话 着实是非常出色的 除了荒诚度以外呢 周深当晚演唱的《大鱼》也十分的让人惊艳 盛典现场采用的是LED地板以及环形剧幕 当唱到副歌部分时 一条红色发着光的大鱼从周深的脚下游过 游到周深身后变成了蓝色 歌曲的尾声时 环形剧幕上更出现了《大鱼海棠》的经典场景 不管是在声音还是视觉都给人以非常大的冲击 有网友表示 这是我看过最美最有意境的《大鱼》的现场 那可以说周深这一次的演出啊 无疑是非常完美的 节目组选他作为压助嘉宾 绝对是有意为之 最后的王炸 周深唱的每一首歌都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 他的声音像是拥有某种魔力 只要听了一次便陷入其中了 那在歌手当打之年的舞台上 一首《达拉崩巴》是火遍全网 吸粉无数呀 他用他灵活多遍的嗓音 一人分饰多个角色 极度入戏的表演 给大家上演了一场完美的舞台剧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很多人们单曲在周深的演唱下都非常的动听 比如说他之前参加快乐大本营的时候 现唱了《盲众》 原本是只有吴欣和孙怡两位女生在台上唱的 那么唱到一半之后 舞台后边的大门一开 周深的声音 亮出来了 一时间两位女生的声音就显得暗淡无光 仿佛是天地间 就只剩下周深的声音在回荡了 很多人说他是老天爷赏饭吃 不就是声音好听呢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要有他这个声音呢 我也可以出道呀 网络上常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声音 对于周深的成功是嗤之以鼻的 其实啊 早先周深对自己的声音并不是非常的满意 他出生于个很普通的家庭 虽然从小呢唱歌都很好 但是在初中的时候 因其他男生都变声 而自己却没有变声受到了欺负 他被其他男生说娘套 就不敢再开口唱歌了 变得羞涩不已 就连当初他参加好声音比赛的时候 都是不敢抬头看导师的 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观众 在比赛后 虽然他的声音很清澈透亮 但是因为外形受到限制 很多人都不看好他 更没有人能够想到现在的他能够这么活 虽然小时候因为自卑 但是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音乐梦想 为了得到一位男高音老师的教导 苦苦的求了他三个月呢 每天去家门口蹲点 这才得以拜师成功 在他自己的努力学习之下 收到了好声音的邀请 在老师家人的鼓励之下 克服了自己的恐惧 参加了中国好声音 从此开始了他的音乐之路 俗话说的好呀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就像是曾经的新爷 刘德华等人一样 都不被人所接受 但是越是这样 我们就越不能够放弃 不惧挑战 克服一切困难 周深作为华语乐坛 不可多得的年轻歌手 他用他那独特的嗓音 扣开了属于自己音乐舞台的大门 曾经另一个因为嗓音而自卑的少年 如今却用他奇妙的嗓音 征服所有喜欢他的人 让我们一起为他加油呐喊 相信他在未来 还会有更多精彩的表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